把音熄掉 外面语言不起作用 知道外面的所有一切语言都是平等的 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的 你的心才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真正清静 真正的定下来了 心意清静 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你就看清楚了 越看 越清楚 越看 越明了 明了就是智慧 所以这身是项目 身智慧 没有一样不清楚 不明了 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不是没有这个有违法的 有违法有啊 设法界都是有违法 但是这些现象是梦幻泡影 凡复不晓不晓得他的真相 执着梦幻泡影 以为是真实 错在这个地方 这个才是在这里感受着有苦乐有习 这些果报啊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在天堂里面你不会感觉着落手 你的心永远是平静的 不会被外境所动 不会被境界所转 你在地狱里面没有苦手 换一句话说 苦乐有些谁都没有了 那才叫真的落 才叫利苦的落 佛法里面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的落那个落不是苦乐的落 苦乐的落就错了 苦乐都没有 那个叫露 所以佛经上讲反复的受 就是感受 身 这个所有一切的感受把它归纳起来 称之为苦乐 两大类 心呢 心的感受 忧喜 把它归纳成这两大类 你身心的瘦 当你身心没有苦乐也没有优势的时候 这是叫血瘦 血瘦是最好最舒适的 这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不叫做震受呢 就写的时间太短了 不能保持 如果能保持 那就叫震受 就叫得定了 这个定在佛法里的佛学的名词 叫三昧 你就得三昧 三昧是正瘦 就是苦乐又喜 统统都没有了 这个瘦才叫正瘦 你有苦乐又喜的时候 这个瘦是不正常的 这不是正瘦 苦乐又喜跟外面境界不相干 跟四胜六凡都不相干 从哪里来的呢 从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来的 所以真的跟境界不相干 凡复之人 昧于自信 迷着幻象 以为这个现象是真实 里面有妄想 就是刚才讲了 分别执着 见到外面这个语言 外面是语言 里面是阴 遇到语言 他就起现形了 现形是烦恼 喜怒哀怒哀怒哀怒 烦恼就起来了 感受就起来了 外面就是语言 音是里头的 佛教给我 把那个音 洗掉 外面语言 不起作用 知道外面的 所有一切缘都是平等 都是档提借空了不可得的 你的心才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真正的清净了 真正的定下来 真正的定下来 心意清净 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你就看清楚了 越看 越清楚 越看 越明了 这个明了 就是智慧 所以这 这身是下 身智慧 没有一样 不清楚 不明了 一切法 怎么来的 怎么发生的 怎么变化的 怎么结果的 都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要紧功夫 围在不起变之际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那么与性相都不计较 都不执着了 所以 外面境界 就是设法界 一正庄严 直然现象 你自己的心地 清净 一成不然 那么这个境界 刚才说过了 这是祝福 这是祝福如无来的境界 那么要一划眼睛来说 这是发生大肆的境界 你最低限度 已经证得原教促诸菩萨 入这个境界 所以入这个境界 我们身还留在世界 可是确实证得这个境界了 这个境界在佛法里有个术语 叫入 半涅槃了 你已经正如半涅槃了 涅槃有两种 一种叫有余依涅槃 一种叫无余依涅槃 什么叫有余 我们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是有余的 涅槃不是死啊 有很多人认为 这佛教死了就叫涅槃 哪有这个话 这是把这个名词完全错毁了 涅槃是不生不灭 你已经完全了解 明白不生不灭的道理 跟事实真相 就叫做入半涅槃了 那么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有没有方案 没有方案 刚才讲了 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这个社会的身体 就是慈离家 随事如生死 事实现 跟住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间 没有两样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不会起个忘年 身皆无身 身跟无身 是一不是二 我们世间人 我们世间人把这个身跟死是看作两桩事情 入半涅槃的人 晓得 身跟死是一不是二 身死即涅槃 身死就是生灭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一不是二 这个话的意思是这么说法的 烦恼即菩提 烦恼是谜 菩提是觉 我们一般人把这个看作两桩事情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觉跟觉是一不是二 这是入补二法门 这些话很难懂 而且很容易把意思会错 如果能够正确的体会 非常有受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确确实实 就做这个转烦恼成菩提的功夫 菩提是智慧 明的时候是烦恼 悟的时候是智慧 所以烦恼都不怕了 转过来是无量智慧 我们在以前讲习当中 说到这一句 我们举了个比喻来讲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 那个烦恼转成菩提怎么个转法 我们举个比喻说 比如做小偷的 做小偷也很聪明 他不聪明 他偷不到东西 他有很多坏点子 坏主义 坏的手段 他一旦觉悟了 知道这个是不好 不道德的事情 转过头来 他就当警察 专门抓小头 他那套东西 他都会了 那不就转成智慧了吗 因念之间 烦恼转过来 就是无量智慧 所以不要怕烦恼多 烦恼多 换一句话 转过来之后 你的智慧就多 要会转才行 也就是一个用在错误的地方 一个用在正当的地方 用在正当的地方 就叫做菩提 用在错误的地方 那是犯罪了 造作罪业了 那个错误了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